塵 塵它的點都點的很特別 感覺是一個橫畫 塵這裡看起來很擠 非常的擠 那這裡看起來非常的舒朗 這個跳跳的非常的刺 順便回來點這個點 頂 頂是第二次出現 寫的稍微有點變化 一個書法加在寫相同的字的時候 一定要變化 不然很容易被人家找麻煩 所以像這個字跟剛才那個頂就不太一樣 下面寫的略寬 可能刻意要把上面給撐起來 所以寫的略寬 那比較重的就寫的好重 弦的把它寫的好扁 然後他終於牽絲 牽的還真多 透過牽絲我們就可以知道他的寫法 不一定他的寫法是代表全部 但是就可以代表他各自的寫法 他的筆順應該是這樣子 挑起來再撇 這個點點的很外面 能 能的話刷刷刷 然後上來 輕了 加一點粗細 輕了 調上去 然後這邊又輕了 輕盈 乾淨俐落 戴起來 這邊開始重案 重案就不要刻氣了 刻氣就沒機會了 好 這邊都很重 那撇都寫的好短 點也點的比較低 然後這個欠都好短 好短 好短 好 那這個壓稍微壓下來一點 是 是 這個怡然的點 又很小 每次都被那個橫花給蓋了 露出一點點 好 這很斜 調上去 這很窄 彈上去 這個塞在中間 縫三 三個字並在一起 好 各自稍微挪浪一下 可是也不能把自己 顯得太小 比例要合適 塞進去 重案 弧度 輕挑 撇 細 出 細 點 偏外面一點點 是 有 有 有 第一個筆劃 就要嚇死人 第二個筆劃又很短 第三個又很受勁 這次往內 往內是為了點這個點 有 下 挑起來 逆 哎呀 逆回去 重力開始重案了 這裡稍微輕一點 稍微輕一點 然後這裡又很重 然後這裡稍微輕一點 加一點粗細 後面停一下 變粗 那扇 古代是用一撇代替 現在是兩撇 現在古代是這樣一撇就算了 好 扇